还喝点茶不 加点吗 北京话是不是有一句就是喝一水饱 这是北京话吗 喝一水饱 因为我好像没在其他的地方听过人了 我觉得方言真的挺有魅力的 我觉得重新话特接地气 我就特别喜欢那种特别接地气的 我还能听懂一点点的方言 你们听过有一句就是最有代表性的 什么呀 叫你男哥男哥哪个呀 我听过这个 你听过吗 没有我朋友之前教过我 然后这一句话的回答就是 我男哥哪个有男哥了吗 我男哥哪个有男哥了吗 等一下 让我猜猜猜猜一下什么意思 猜一下什么意思 再来一遍 就第一句是你男哥男哥哪个呀 你今天从哪来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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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猜再猜 你男哥了 哈哈哈 就是会有点嚼是吧 反正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 或者是你怎么 如此的 这样 就大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 然后回答就是 我男哥哪个有男哥了吗 就是我这样就怎么 我这样就怎么 就是很强 好绕口粒的感觉 对 就有种那个做那个 当时做那个六级 英语听力的感觉 反正在T-Rap 快不得重新出Rapper 对 对 原来是这样 就川女地区的 因为方言比较 比较适合唱Rapper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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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来是不是都没说什么 理想型是什么样 昨天吃饭的时候 没说什么 没想到什么的话 我酝酿一下你们先说好不好 我先说 嗯 嗯 我觉得我喜欢那种 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去付出的那种 有目标感 然后又很有行动力的那种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是 互相支持的感觉 就是 就这种这种风格的 其实我很简单 就是喜欢那种 稍微安静一点的 乖一点的 很多事情就是比如说工作压力 互相理解 对 互相理解 关键是 一定要双方 互相喜欢才行 若有所思 然而 然而该你了 你都在听我们的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没有 我就是 我好像比你们更 怎么说呢 互相信任和 就是 有诚信感是第一个 就是不能骗人这种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 就是你可能给对方信任 就是你给出去信任很简单 但是对方给你的不一定是正反馈 就是你比较缺那种安全感 是吧 信任感 就是我很讨厌 就是查人手机这种类似的事情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很正常 这个 都会讨厌吧 我觉得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 上天心 就共同努力进步这种 在在就没有什么具体的 就是互相喜欢 这是挺难的 对吧 就是很难的 这是个前提吧 我觉得 先得喜欢才有其他的 有考虑过这些之后 还互相喜欢 就是很难的事情 对啊 对啊 踏青这个事儿 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春游 踏青 其实每年春天 我跟朋友们还是会组织组织织 真的去踏青 对 都是这种活动 就是出去烧个烤呀 嗨一嗨 玩一玩 我们得想去面玩渣 就不能该散步 它也不方便 比如我坐在岸边 看你们放风筝 看你们遛狗 这是什么画面 你敢做吗 没有看到 看你放风筝 不是 人类的本质就是克CP 是克奶队 无所谓 没错 姐妹两个小的CP 没有 对对对 哈哈哈 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